还有一个词啊 是千古以来屡试不爽的 一个安全用语 叫做热水 天冷了要喝热水 天热了也要喝热水 生病了要喝热水 感冒了要喝热水 发烧了要喝热水 大姨妈来了也要喝热水 X战警也好 阿凡达也好 女金刚也好 但凡她是个女人 都有小鸟依人的一面 我们先别着急 说这些肉麻的话 称呼用语 要少用 厚用 关心用语 要多用 先用 每个女人心里面 都有一个小萌物 当我们在暧昧期的时候 就可以多跟这个女孩 心里边的小萌物对话 当我们要展开 进一步攻势的时候 就可以跟她心里边 这个小萌物我们调情了 说白了 追女孩就跟打猎一样 要追追 停停 等她好奇露出头来的时候 我们再一枪将其放逃 万一她没好奇上怎么办呢 一 她对你没有兴趣 二 她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 三 她有男朋友 如果是前两点的话 我们可以展开攻势 加强攻势 如果是第三点的话 我劝你还是放弃 为什么呀 因为不道德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女孩的心思 女人的心思 你别猜 很好 让姑娘猜你 你就赢了 第一次 如果跟一个姑娘聊得还不错 对人感兴趣 姑娘对你也挺感兴趣 千万别着急表白 第二次的时候呢 可以给人家发一些短信 我想抱抱你啊 我想拉拉手啊 但见面以后千万别动手 到第三次的时候就可以动手了 因为如果她对你有兴趣的话 她已经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如果对你没有兴趣的话 她压根就不会出现了 丁老师 如果这女孩直接拒绝了我 那我该怎么办 我先听听你怎么办 我会跟她说 我会继续追你 绝不放弃 说多了招人烦 正确的方法 应该是你深吸一口气 然后笑着对她说 好吧 然后消失数日 数日以后 等她开始对你好奇的时候 你在云山雾罩就出现 你们确定 你们今天都精心打扮过吗 确定啊 确定啊 那为什么你们打扮完了以后 我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会打扮 上一节课我说到 第一次 第一印象至关重要 那么第一印象 分为四个部分 一 食 住 行 一很简单 就是要穿的体面 穿的脚就穿的干净 食 不是你现在要吃什么 而是你吃完以后要注意什么 口腔里面不能有异味 牙缝里面不能有菜叶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们包里面要多两样东西 口气 清心剂 还有牙线 再说住 住 并不是住房的住 而是关住的住 我们要时刻关注 我们喜欢的女孩 也让她感觉到 我们在关注她 如果我们关注了别人 别人才会关注我们 第四是行 行 是行动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行动 包括如何选择时机 包括如何开口问候 我们的课程呢 分为三个部分 我负责实践和理论 至关重要的衣着打扮 由赛布鲁路斯设计学院毕业的柳林老师 为我们知道 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说过美女的比例吗 百分之二十一点九 好 柳林老师是这百分之二十一点九里边的 二十一点九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和美女交谈的机会 柳林老师 这里交给你了 时间有限 如果现在给大家讲挑选服饰和穿衣技巧的话 恐怕也没什么效果 所以我想了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好 不是 我可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衣服啊 那是在你遇到我之前的事儿 其实我好几次都想跟喜欢的人说 就是没有穿过 后来他们都跟了比较 优柔寡断 那个衣服不适合你 是不是这件 其实我挺好的 可 可那些女孩都不懂我 自我 我想过情 可是做那半天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善表达 我吧 都说不好哪种女孩是我喜欢的类型 目标不明确 这比我平时买的都便宜啊 每次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迷茫 其中罪 诸位 所有导致单身的政策 你们全占了 作为失败的典型你们实在是太诚了 基辛处自己的尺码 这样在你们不想去商场的时候 也可以在网上买的消息 现在网过很方便也很划算 不用花太多的钱 一样可以和你试试 男人最怕什么 怕女人死缠烂打 同样女人也怕男人死缠烂 那么如果连续两次约会 一个女人都失败的话 那么就必须得要改变方式方法 或者果断放弃选择下一个目标 每个月至少买一次时尚大致 基本都可以 只看就行了 这样可以提高审美 又可以保持一个时尚的了解 比如说这本吧 里边有一些包 还有皮带 还有鞋子 对于男士来说是非常地重要的 不要光顾着只看美女 追女孩和登山 从行为上来看 都是征服 但你们必须得要搞明白 你们征服的是珠峰 还是公园的假山 谨慎地制定目标 量力而行 是取得成功的基础 根据你们的特点 我给你们每个人 挑选了三张不同的 发型参考照片 存到手机里边 去理发的时候 直接按照照片剪就可以了 不要害怕跟女孩说情话 也不要害怕我们露骨的情话 会让女孩觉得暧昧 如果她觉得你暧昧的话 就证明你在她心里边 真的很暧昧 但如果你都觉得暧昧的话 她听完以后只是潸然一笑 恭喜你们 哥们儿 你们已经成功了 戴墨镜一定要注意 太阳不够刺眼 和走入室内的时候 要尽快摘掉 不然会令人感到反感 不论男人和女人都一样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可偏偏有好多人都不懂 不要以为网上可以泡道妞 也不要迷信QQ上 可以有任何收获 总有一大群无聊的哥们儿 大半夜的时候盯着电脑 看着头像还亮着的姑娘们 就冲着人家说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睡啊 人家睡不睡关你什么事啊 你们回顾一下 但凡是被你们这么搭讪过的姑娘 有没有一个有下文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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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就是在网上你聊得再欢也没有用 面对面的交流才是硬道理 走 let's go 是男人呢 都喜欢美女 但是 你们可以看到美女的时候 动脑子吗 当然是不可以 科学告诉我们 还真是不可以 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女 只需要零点二秒 在身体还来不及 有任何反应的时候 大脑就会先告诉你 这个姑娘是不是你的菜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接下来才是 一系列的生理方面 心跳加速 睾丸锁中加 因为男人大脑中 性需求的区域 是女人的二点五倍 当你对一个姑娘 不来电的时候 就不要浪费时间 只是基因决定的 所以现在告诉我 你们看上哪一个了 最右边那个 腿真长啊 还有那个 那个穿白衣服的 太清楚了 跟小龙女似的 看的人正点 那个小龙女似的 哥们 下不掉了 你喜欢哪个 在左边穿绿衣服的 有眼光 恭喜你几分钟以后 这个瑜伽课就要下课 到时候 你过去跟他搭讪 我呀 不怕什么 好 大家 集体闭上眼睛 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你们碰到你们心仪的女孩 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情 用迷人的微笑 像丁老二你一样 马屁拍得不错 但我可以笑你们不可以 因为在我的笑容里面 除了迷人以外 还有一丝协议 我不得不承认 这个世界上的女孩呢 的确是喜欢男人坏坏的样子 但是 她们绝对不喜欢 男人长坏的样子 不是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微笑啊 为什么要微笑 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 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做艾雷克斯 他做了一项无聊的研究 研究发现 微笑并不能吸引女孩 相反 当你摆出一副不屑一顾 或者若有所思的造型 效果会更好 这个无聊的艾雷克斯 找来了上千个人 让他们为一百来个男女 做四种姿势的投票 分别是 高兴 骄傲 羞愧 和面无表情 结果发现 男人喜欢微笑的女人 而女人喜欢骄傲样子的男人 所以 千万别拿自己固有的思维 去判断姑娘们 现在 你可以过去吧 在她找位子的时候 你赶紧邀请她 跟你坐在一起 注意她的语言习惯 注意她的口头禅 记住 不要骄傲 好运气 来 你好 恩 我可以坐在这吗 Ink 她还真过去了 哎 姑娘主动不懂说话了 丁老师 你跟我说 让我学习他那个口头禅 什么意思 在大洋彼岸的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又有一个无聊的 叫做杰姆斯的心理学教授 也做了一个研究 他发现如果你们的口头禅中 某个词出现的频率 跟某位姑娘相似 那么 你们两个相互吸引的概率 就比较高 杰姆斯找了一票男女 进行快速的约会 结果显示 某些动词使用力相近的男女 第一感觉也会更好 牵手的几率也会更大 因为语言使用习惯的气格 会让彼此更愿意倾听对方 我们总是说要有共同语言 其实什么共同语言 都不是共同的口头禅 聊得来 你也喜欢喝他们家的咖啡呀 是 我也特别喜欢 他们家有只兔子 看起来特别像兔美 兔美这样的眼神 就突然吸力起来了 你也会说这个 是 那你肯定喜欢看任何漫画 看过 看过 那你喜欢看第几集 唐僧取经那集看过没有 我 看着没有 一定要多留个一姑娘的语言习惯 不是忙着看大山 不留口水 丁老师 那万一我要跟这姑娘 没什么共同之处呢 这和谁一模一样 你可以跟她说 我们就是因为有了太多的不同 所以才让我们产生了 相互的深深吸引 再说了 没有共同之处 你们可以创造共同之处 这又回到了刚才那个问题 多倾听 听她喜欢什么 玩什么 吃什么 喝什么 想什么 比试什么 妒忌什么 关怀什么 把她的什么都记下来 这就是你们的通关秘籍了 回去鼓练神功 每次约会的时候 都给她多一些的惊喜 这不就是她想要的默契和在意吗 朋友们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女孩 都以为自己是骄傲的公主 除了极少数丑的 和极少数聪明的姑娘 例外 所以面对公主们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 洞察力 没想到你这个人酷酷的 但其实这么有趣 恩神 你很高兴 我也高兴 以后有机会再聊吧 我先走了啊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小目不可刁严 我已经说过了 大部分的女孩 都觉得自己是骄傲的公主 既然人家已经主动地 要跟她继续再聊了 她应该马上留着你的电话来 但是他们才刚刚认识 说话呢 你可以跟她说 今天我已经快三十岁了 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孤独地等待了你二十九年 我不断地在我的心里 勾划你的长相 今天我终于在人群中发现了你 怎么能说我们是刚认识呢 原来可以这样啊 当然可以这样 不但可以这样 你还可以带她回家 带回家 干什么呢 我不喜欢你装成那样 带姑娘回家一定要讲究 请记住 所有的身世 都是极具耐心的狼 对应耐心的是风流倜傥 不对应耐心的是卑鄙胡耻 好 下一个话题 想要带姑娘回家 还得要有一手好厨艺 有点姿色的妞 冰箱通通是空空如也 与其 想方设法地在街上 找想恋爱的少女 不如花点时间学好厨艺 有时间把姑娘带回家露一手 完美了 所以刚才那个哥们 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请问 今天是周级 周三 很好 我又要说到 在大洋彼岸的花花世界 纽约有三个 各种无聊的理科生 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统计了大量人 对自己性开放的描述 以及案例描述能源 然后把这些玩意组合在一起 用数据模型的方式 做了一个高深莫测的演出 这个演出 最终得到了一个 令人振奋的结果 那就是 数据告诉我们 周末约到女孩的几率最低 而周三觉得 姑娘的成功率是最高的 其实呢 那三个各种无聊的理科生 做的这个数据库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追女孩选择在周三 不用计算 用个脑子就可以想起来 这个道理很简单 周一上班 谁心情就不是太好 然后就是一大堆的事 最好周二 所以周二 就是事务追击 最无头绪的一个事 别说是姑娘了 连你自己都未必有心情 周四的王宝 这个周一最忙碌的 因为快到周末 要么有一大堆事 没能难 要么就是希望 第二天别加班 而周五呢 咱家有朋友 有闺蜜 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茶 多半没有时间 跟你一个陌生的意义想约会 弄不好一个周末 就会有心情欠家 好点的妹子 选择约会的范围 就更大了 命中率太低 周六 通常会有个家人 周日就更不合适 因为第二天就是万乐的周一 一个很简单的排除法 就不能推出 周三晚上 她是约姑娘的最佳时机 假如你们投资的话 可以顺理承担了约周末 如果医疗发现迷信 可以到我们时间 就有一个筹票 那就是 以第二天早上起来 要上班为托辞 早早跑步 好 下课 真能说呀 这大热天来了 你别说 有的时候我听她这些理论吧 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是吗 那要不今天我也约你 然后呢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今天不是周三吗 成功率高 马上去 你不是要约我吗 恭喜你成功了 喝咖啡去吧 这不是她 她怎么回来了 她回来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这位艾米小姐呢 是我今天专程请来 帮助我们教学的 来 让我们为艾米小姐鼓掌 不是 丁老师 那 我还能约艾米小姐吗 你觉得你行吗 好 今天只是模拟 明天就要玩真格子了 你们现在呢 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内涵 因为你们的外在形象虽然好 但是如果没有内涵的话 就是驴粪球表面光 真羡慕你们 明天会有更重要的课程 明天每人来的时候 都带上一把雨伞 带伞 带伞干嘛 追女孩的七武器中 雨伞 位居之首 老呗 下课 谢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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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带伞就对了 我们要带伞就对了 再见 再见 高啊 丁先生 承让啊 普先生 那个 艾米小姐挺专业 哪儿请的呀 北殿的 好像是研究戏剧文学的 我那有点意思 我忘了给那瑜伽老师结账了 不见啊 别说啊 这期这个培训 整体还是挺顺利的 我觉得以后可以经常发展 一个月搞它一回 我觉得如果凡想好的话 咱们可以适当地涨涨价 是 从普遍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价值决定的价格 我们提供的价值是足够有分量的 所以呢 适当涨涨价没问题 没问题 晚上想吃什么 都行 那问问丁先生 你就别打扰他了 打扰什么呀 你没看出来吗 他肯定去跟那个艾米聊天去了 你别装傻了啊 什么 谷先生 我正在和女孩聊天 你把我从酒店的咖啡厅里顿住了 而且是这么粗鲁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无礼 让我很不舒服 你带人来酒店干吗呀 喝咖啡啊 你喝咖啡不带他去正规的地方喝咖啡 带他来酒店喝咖啡 在酒店喝咖啡怎么了 房卡多少号我看一下行吗 我没有开房 那怎么着 我现在给你把房开了 再给你把洗澡水放上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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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必要这样 我 我呢 是想先跟他喝点咖啡 进行一下感情上的沟通 你这样不道德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无知的少女 你一个成熟的老爷们 你得告诉他 你得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跟他说不 你得告诉他什么叫道德标准 你知道吗 我最初我跟你在一起做事 我是觉得 两个有成熟的老爷们 在一起做事 让我觉得很有希望 但是你现在这种做事方式 你让我看不到未来 你这什么长篇大论 我 我 我这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啊 我想请问一下 你认为的幸福和责任是什么 上方传跟人结婚 那 那就是负责吗 你太幼稚了 现在结婚的高潮不是洞房 是买房 大哥 姑娘可以在三百块钱 一晚上的房间里跟我谈恋爱 但是他们也同时需要三万一瓶的房 才肯嫁给我 七星级的酒店 我咬咬牙住一晚上没问题 三万一瓶的房子 外还外的民宅 我现在首付都交不起 三万一瓶的房子 对于我来说 要一时二十年不吃不喝 就算打八折 我也只能买一个八十平米 二年以后我已经五十了 我请问我生的孩子 管我叫不爹 还是管我叫爷爷 我说你没有必要 再给自己找一堆借口 我这真不是给我自己找借口 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硬道理 千古年来从来都没有变过 古说 七叫大方 妾叫二方 宜太太叫三方 四方 一方一妻 没方没妻 这永远都变不了 那你觉得你现在过来跟人家这样 你就 你就充实了 博先生 我从来不相信 那些缥缈的山盟海誓 我也不会跟女孩说山盟海誓 她们嘴头上都说 我喜欢你这个人 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 无论贫穷 还是富贵 我完全不相信 当有一天我们逛商场的时候 她看到她想要买的东西 我买不起的时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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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不想看到 我想要保护的女孩 对我有一点点的失望 哪怕是一个眼神 第一次听你那么 严肃地说这个感情方面的事 我觉得 觉得我狠二 你还是挺好玩的 好 我没想 我没想改变你什么 我只是觉得 物以类聚 人以群僧 我觉得既然咱们俩是 绑在一条线上的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 稍微地对你的生活 做一些改变 但可能只是一点改变 好 首先我谢谢你的关心 但是咱俩谁也没说谁了 对吧 我们家离了两次婚 我到处不追女孩 咱们谁都不知道 这个标兵 别因为这事上感情 咱好好把PD公司弄好啊 等我有了钱以后 我一定向你学习 接一次离一次 离一次接一次 是吧 豪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这两句什么意思 就是豪雨啊 记得季节的时间一样 一到春天 哗了一下就下来了 感觉自己很有文化 那个哗了一下冲马桶 理解得非常片名 这句话的意思 是下雨的时候是好时节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利用它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是在下雨的傍晚 我们随风出击 不知不觉 就把女孩追跑了 所以每逢下雨的时候 我都会把自己收拾得很整装 因为我清楚 虽然现在手机上 都有天气预报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想得起来带伞 所以现在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带伞了吧 你把你那一坨很大的东西 打开给我看一眼 你这个伞大到底 都可以占一只大象了 你觉得 你还可以跟姑娘近距离接触吗 坐下 标准的伞 伞下直径 九十一厘米 请上来 来啊 看 我们两个人正好 能站在伞下 走起路来 一定会晃动 来 你看 我都晃动 晃动 再晃动 于是女孩 就会主动地 挽住我们的手臂 好 下去 丁老师啊 高手啊 先别着急夸我 还有几点你们要注意 别把自己身上弄得 苏红红的 要珍惜这次 和姑娘近距离的接触 多用点鼓动水 虚厚水 注意口腔 要多用口气清筋剂 还有一点 一定要切记 要穿浅色衣服 为什么 因为浅色衣服 被雨淋完以后 会比较明显 你们要记住 拿着伞的时候 一定要保住姑娘这一头 你们 把半喇双子 露在外面都无所谓 淋得越湿 姑娘就会越感动 好 最后一点 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齐气 把你们的武器拿出来 不用拎 你瞧 你瞧 挺大的老爷们 一个你 一个你 一个卡通伞 一个花花伞 你不觉得合适吗 这个 伞 直径九十一厘米 而且要选择单侧伞 因为单侧伞 让人有安全感 单侧伞显得有品位 光说不练 纯熟扯淡 士兵们 该到你们上战场的时候了 真羡慕你们 连上天都这么眷顾你们 士兵们 拿好你们的伞 出发 加油 选择鞋 那个黑高鞋 跟裙子 齐刘海 打算去哪儿啊 去吃饭 错 下一个 倒出 错 去光队车上 答对了 你赢得了这个机会 上上去 干嘛去啊 你说呢 搭讪啊 不然呢 会会 你你你你你 怎么不敢吗 不是不敢 我是不会 我可以教你啊 不经意地从他身边走过去 然后再不经意地把伞撑开 不经意地再回头 宠他微笑 然后跟他说 姑娘 是要去车站吗 我可以送你 不是 这样行吗 不行你就再回来呗 搭讪总比不搭讪的概率要高 好 去吧 怎么了 他要是跟我一起去了车站 我怎么办 从商场 到车站的距离 大概需要三分钟才能走完 在这三分钟里边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但只要不要先管人家要电话 不要电话 当然 你要注意观察 等他对你有好感的时候 或者是放松警惕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管他要电话 成功的几率会高一些 只要你能跟他走在一起 我就会给你发微信 你这样就可以顺势地掏出微信 然后留他的微信 他拿的是苹果手机 肯定会有微信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 说 丁老师 我觉得 那穿短裙的 比齐刘海的要漂亮 为什么不选他呢 第一 以你现在的境界 拿下那个穿短裙的根本没戏 第二 就算你修炼成我这个境界 拿下那个穿短裙的也没戏 为什么呀 观察 兄弟们 我再强调 我们一定要注意观察 齐柳海穿的是套装裙 丝袜 但请注意 他穿了一双平底鞋 这一身很不搭配 这说明什么 什么 说明他上班的时候穿的是 高跟鞋下班以后换的平底鞋 换他的大包 高跟鞋就在他的包里 女人在什么时候会脱下高跟鞋 很显然逛商场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脱下高跟鞋的 那么他虽然站在商场门口 但是 他并没有去逛商场 而是去他超市 他会去超里边的袋子 面包好 一个姑娘这个时候 去超市里面买面包 百分之七十是今天的晚餐 百分之七十是明年的早餐 但是跟他男朋友 一起啃面包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个姑娘十有八九是单身 如果他习惯打车的话 就一定不会穿上平底鞋 所以方才 你分析 他是打车回家 是你 证明你们分析的不够紧密 如果他是坐地铁的话 商场里面就直接去地铁入口 所以 他现在是要去坐公交车 咱们 再说说那个穿短裙的 为什么说他没戏呢 你告诉我 他现在准备去哪儿了 他是要去打车 错 请注意他的事件 他一直盯着商场进车的路口 这说明了待会儿会有一个 开车的男人来接他 这俩姑娘站在一起 骑刘海的成功率是百分之八十 短裙就算是我出马也只有百分之二十 今天让你们来不是选飞的 是让你们锻炼跟姑娘搭讪的能力 如果今天 你们能够主动和陌生的姑娘开口的话 那么 就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如果你能够撑着伞 跟他走到车站 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 如果你能留意他的联系方式 兄弟 恭喜你 已经步入成功的道路 好远 好远 丁老师 你可太神了 是 人可以看到平凡人看不到的东西 如果你们学会观察的话 咱们众人皆是神 你好 你好 是去车站吗 是的 能一起走吗 好吧 走吧 成了 一起走了 贴着真劲啊 你手都贴到胳膊上了 挖个微信 你衣服都淋湿了 没事 反正也得洗了 不好意思啊 你吃面包吗 怎么 不用 你的晚饭吧 我吃了你吃什么呀 怎么 不用 电话 你也挖微信啊 对啊 我送你去吃这儿吧 好的 走 来 上车 小车 他俩怎么打车子了 怎么回事啊 好事啊 来 读个读 我们一起吃饭去了 丁老师 感谢你 把我培养成为一名 我希望成为的情圣 丁老师 我 很简单吧 本来就很简单 它的成功 也深深地鼓励了你们了 现在正是下班的时候 每个人选好自己的目标 大胆 不要怕被拒绝 祝你们好运 去吧 加油 走 加油 走 谢谢丁老师 谢谢丁老师 你怎么了 我忘了带雨伞了 这位女孩连家户事都不带 哪儿吧 那丁老师你呢 只要你能追上女孩 找回自信 我淋点雨 不算什么 丁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你把兵器给了我 有本事的人 从来不用兵器 祝你好运 姑娘 雨下得很大 能借我散撑一下吗 可以 走 跟大家说一件可习可可的事啊 我发现有越来越多人是 看了能能网站 专注过来找咱们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禀告带王 那是因为小的每天坚持给我们的网站做SEO才会有今天的点击量 什么叫SEO啊 SEO搜索引擎优化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关键词排名 只要有人在网上提到什么告白啊邂逅啊约会什么的 第一时间在第一个页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公司了 这不是得花钱买吗 搜索引擎牌的第一页黄金位置 这不是得花钱买吗 搜索引擎牌的第一页黄金位置 叫您请客 怎么样 姐哥 不行就整点八斤肉吃也行啊 您好 匹匹完美约会 我在网上看到你们公司有个业务 是不是能够让两个人最快速度的相识啊 您说的好像是我们订的邂逅套餐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一个电话 然后这样的话方便我跟你联系 约时间恐怕来不及了吧 这样吧 您寄一下我的电话号码 好 好的 那您等我电话 有生意啦 可喜可贺 咱们可能要加个班了 外卖 委屠人 武艺 此时此刻 她正在广州白云机场货席大厅 这么近 非常近 她距离她想要邂逅的姑娘大约不到一百米 这姑娘跟她一样也是在白云机场 我一说了 这个姑娘是她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样子 现在要是错过了就会遗憾终身 所以现在需要我们帮她完成一次邂逅 哇塞 转角遇见爱啊 姐哥 等会儿 这广州离咱们这上千公里 还就在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那么你有没有跟她说过 我们可能要先收一部分定金啊 这个谷先生很有诚意 她已经付了权了吧 现在就需要咱们为她完成一次邂逅 这么高尚的客户啊 那我们必须全力的回馈 宝贝 那怎么才算成功呢 双方建立免器 女方表示有进一步的接触意想 这单就算激活了 航号 收邮件 我让谷义发了一张那个姑娘的照片 弄得这么清楚 弄得这么清楚 不止清楚 还怕姑娘拍得这么漂亮 带着阿姨的镜头就是不一样啊 她干嘛的呀 谷义 三十三岁 外企高级工程师 她要乘坐今晚八点四十 南方航空公司CD三二七四航班 费往洛杉矶 现在是晚上六点钟 扣除提前登机的时间 咱们还有两个小时 这个钱不好挣啊 那是来得快 两小时就到手了 用航空的话说 就是一顿火锅的工作 既然接了 那咱就全力发挥一下 帮这个谷义是吧 帮她转角遇到 我跟谷义说了 让她跟咱们视频一下 我得看一下她的形象气质穿着 她别穿一个休闲T恤 再配一个马甲就坏了 来了来了 谷义发来视频请求 柳姑娘 准 谷先生 您这一身还真不行啊 不行 我 我 我这是出差嘛 怎么舒服怎么穿 我我我枪子里还有好多衣服呢 我拿给你看看啊 等等 你别在这儿啊 怎么也得找一个 姑娘看不见的地方呀 找一个找一个我 行我去找一下 我去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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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她刚才穿的不合适 但是衣服质量都不错 这一身下来价格不会低于三千块钱 三千 十顿海鲜自助啊 这人穿了一身澳洲龙虾和阿拉斯加血蟹 我们先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找出这个机场的平面图来 因为我们得清楚这个委托人的位置 还有周边那些设置 这儿 韩先生 您平常拿的不能包的 你都给我看一下 好好好 可以啊 我拿出来给你看一下 好的 衣服也有 我拿给你看 稍等 这个行吗 还有没有能搭配的裤子 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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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咱们运气不错 品味挺好的 咱们运气是不错 我找到了一张专业级的地图 机场所有的候机室 安检 商铺 餐厅 洗手间的位置都有 就差标出垃圾腾在什么地方 截图下来传给我 好 黑色的 不用了 就刚才那件卡其色的衬衫 配米色的裤子 有没有深蓝色的西装啊 这个 这件 对 您赶紧换上吧 好 一件西服 一条裤子 然后这件衬衣是不是 对 您赶紧换上吧 好 我换上 别在这儿换啊 忘了 行 找个地方 把书的位置放大 看看 这个 这个 不是英语 也不是法语 这 这不是凡语啊 这也知道 不是这本书吧 封面不太对 这不就像了吗 挺利索呀 这行吗 好 他不是一个人来剧场的 你跟他旁边放了三瓶草帽 款式一模一样 颜色不一样 他应该是和朋友一块来的 这个姑娘应该就是个百里 月收入五到六千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基本上都是淘宝宝宝 他这是要去哪儿呢 都快打扮成热带鱼了 还能去哪儿啊 唐啊 你查一下白云鸡炒 八点到九点半之间起个糖吧 好嘞 那这样还行吗 我觉得还可以 还行 胡先生 领带摘了 扣子再解一个吧 外套拿手上 他说还行啊 胡先生 相信我们 好 领带也要摘吗 李你赶紧看一眼 扣子再解一个吧 再解开一个 好嘞 你看这个高度怎么样 合适吧 首次约会的时间地点很重要 考虑你约会对象的类型 像是淑女啊 小清心啊 文艺范儿 商务范儿 及套路不明的姑娘 约下午茶是不会出错的 记得你要提现一颗主导的 下午见面有两个好处 一 姑娘妆化得比较淡 能看清的模样 二 聊得开心就顺理成章地吃晚饭 聊得无趣就找个理由走人 你还可以准备下一场 至于运动款和风鸭都行呢 可以约着朋友一起去玩 打球啊 玩游戏什么的都行 关键找来的朋友 是用作陪衬的 绝不能跟你率别有气质的能量 而且人品还得好 懂得朋友之期不可惜 最基本的作用的道理 所以说交几个相貌平庸的朋友 其实很重要 动物园 公园 植物园 直播园 这些地方非常不适合处次约会 这些园真的 真的不能约 约在那儿真的很缺心眼 你看看那儿啊 拨花啊 狗啊 对啊 你看在那儿 禽兽啊 那我再看看那儿植物啊 怎么没有僵尸啊 世界好博烂 人家姑娘能高兴呢 你这个花旁的野草 禽兽不足的僵尸 你在博览 你们全家都博烂 补充一句 约会完送姑娘回家 要是你喜欢她 别忘了发一通电信 如果想更给力点的话 就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 没错 十五句谢谢 经验之谈 萝莉 普遍栽在大叔手上 大叔 普遍栽在玉杰手上 玉杰 普遍栽在帅哥手上 帅哥普遍栽在女王手上 女王按信息规定栽在谁手上 总有不得已 活错过了相遇 云茶阳错 留下遗憾结局 从此就小心翼 有没有什么接近 让感情路不再不说迷离 告别那纠结和失落的情绪 不变爱情为谁 伤谁的心 谁又能真的说清 别犹豫 坦白面对感情 爱了别管谁输谁赢 不变爱情为谁 伤谁的心 谁又能真的说清 没有失去 也没有规则界定 爱了就要痛快感性 理恶 尽不根论 遇见相爱的你 不再迷惑 不再需要道理 条件都变成浮云 我想会永远爱你 就算一路会有崎岖不平 你让我找到了心中的勇气 不离爱情你谁 伤谁的心谁 又能真的说起